欢迎收看Pitbo Webcast 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你希望让你的小孩怎么样认识台湾呢 这个星期在Pitbo公民新闻平台上 请您看到一则非常特别的报道 有一对五年级生的夫妻郭骏武夫妇 他们10月1号从板桥出发 打算用三个月的时间 带着自己四岁的小孩小宝 大脚小脚走读台湾 用台语来说就是大脚小脚走读台湾 他们希望亲自去探访一些 重要议题发生的场域 不透过媒体报道的二手传播 而是自己亲身去感受 而Pitbo的公民记者也开始了 接力报道的计划 透过他们共同的采访报道 我们来看看大脚小脚走读台湾的片段记录 第一次到读台湾的片段记录 应该坐哇哇塞要自己背背包 老保你去旅行你想要看到什么 你去旅行的时候想去旅行 路还有车 路还有车 为什么要大脚小脚走一百万 其实一方面是因为小孩慢慢长大的 然後又加上我們不太想要送他到一般自私的幼稚園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找個機會帶小孩重新認識一下這塊土地 那我想帶著小孩一起去跟台灣學習 然後跟這塊土地有一些連結 我想這是我們最希望完成的一個目的 大腳小腳走讀台灣一家三口走到竹北埔育計畫地 幫阿便採訪當地農民 走到竹北東海裡 然後聽說他是竹北市的稻米比賽的第一名 那我想我們一定要問一下對不對 就走了那麼遠 然後一定要來問一下 為什麼怎麼樣的米可以種成第一名這樣子 我每天就是去跟他打招呼 跟稻子打招呼 跟他講 我愛你喔 我愛你要種 你要種 你要種 好的米 所以我們現在我也想要問一下這個田副會長 就是說 你當初在一開始是怎麼開始這個反埔育計畫 那 老實講 政府是比較偏種這種工業發展 對農業發展是一塊的 老實講政府就比較不種的這一塊 熊林潘先生感謝小寶爸 讓他能認識更多人 並認為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也常常在電視上有聽到這樣的自救會 可是都不認識啊 因為這樣就把我們這個其實住很近 但是卻要靠一個遠方來的朋友把我們串連起來 所以其實這個活動 我覺得他們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啊 我一直強調說我們其實不是主角 我覺得真正的主角都是在台灣各地的 這些默默一直在努力的人 大腳小腳繼續加油 大腳小腳走讀台灣來到第八日 從新竹市走到竹南鎮大埔裡 特別的是有民眾一起加入走讀的行列 我們是覺得很感動啊 就是很謝謝他們 為了自拍土地大家來珍惜啊 寶爸寶媽別有一番用心 用行走的方式走讀台灣 不僅用大人的眼光看台灣 也用小朋友的眼睛看世界 什麼什麼什麼自救會 什麼什麼什麼大埔事件這樣 然後可能一般人聽了就會有點怕怕的 好像議題很沉重就沒有辦法讓自己可以閱讀下去 可是透過我們這次這樣子的行動 又中間有慶重男性的 然後那些有小孩的家庭 他們一開始是被吸引是說 蛤可以帶小孩環島 怎麼可能我小孩走幾步就嫌累 或者是這樣子睡這麼辛苦 孩子不會抱怨嗎 然後他們一開始就覺得 就吸引他的一個興趣跟注意 那中間就邊走就邊覺得有意思 然後又聽到一些這些人的故事 進來進來等你 大埔事件尚未完全落幕 民眾聊起2010年怪獸殘田那天的事 大家還是心有餘悸 這但是對我的生活很大的影響 現在還好之前 不是人過 不是人過 三個月的日子不好過 不好過 那時候看到我覺得他講的那幾句話 都是很真切的事情 就說台灣變了 然後說你們是土匪啊 那我覺得人在那個當下 那個情境說出來 吐出來的話 他就是最真實的 透過親子一起行走 共同學習 閱讀台灣農村及環境議題 其實是希望發現台灣更多善良的一面 透過像我們在跟他們 舞蹈聊天 這樣子就可以看到很多屬於台灣人 不同的面貌 然後一種多元的想像 然後但是大家在做同樣的事情 都在捍衛自己家園 捍衛自己的 真的是很有心的一對爸媽 而這個報導看起來 讓人家覺得非常非常的溫馨 透過他們的探訪 我們也有機會重新再一次去關心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 像是苗栗大埔農地徵收現在的狀況 而這一次他們的活動也促成了一個難得的機會 那就是PIPPO公民記者接力報導的經驗 一開始是大暴龍 接著是新竹的阿斌 還有苗栗的傑栗 我們去聽聽公民記者參與這個活動 他們的觀察以及感受 在我知道他們要開始去手毒之前 我就有先發一些訊息出去 一方面有一些我拍過的議題 或是我熟悉的議題 我有幫他們聯絡說可不可以去拜訪 或甚至去住宿讓他們可以多聊一些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在公民記者論壇 把這個訊息發出去 那我希望全台灣各地的公民記者能去報導 把這個訊息也都傳到PIPPO來 所以後來當他們走到埔裕的時候 阿斌有去報導 那大暴龍也是說 也希望公民記者能夠接力下去 那他第一棒我就接第二棒了 然後過大腳小腳他花90千 全台灣走一圈 聽起來就覺得很感動 尤其我去訪問他的時候 他還說他不是主角 真正的主角是在台灣這個角落 默默努力的人 這是讓我最感受很深 也很敬佩他們這樣的一個精神 看到阿斌的報導 然後再來就是苗栗了 那我就剛好時間也可以 我就趕快去祖南大土那邊去拍攝他們 開放他們 那我自己是覺得很感動 那他們去用走路的方式 然後串起全台灣每一個不同地方的這個弱勢的議題 那這些議題有的是土地徵收 那有的是環境污染的問題 那他們把這些議題 那這些議題呢通常都是在主流媒體比較難看到的 所以他們把這個議題用他們的力量去發聲 那我也覺得公民記者可以刪進這個活動的報導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 他們用走路的方式走租台灣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不同地區的公民記者 共同參與一個活動的報導 而大腳小腳走租台灣的這個整個活動 他們現在才剛開始沒有多久 未來他們的足跡還將往南到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 然後繞過南台灣繼續往東部走 最後會在12月底回到台北 看了今天的webcast 如果說公民記者朋友有興趣的話 大家也可以一起來參與這樣子的記錄報導的活動 透過大家集體的力量 把這個有意義的活動共同記錄下來 這個webcast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